我坚信,我步步转进 彩虹在喷泉中游动 温柔地顾盼行人 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时钟在教堂里栖息 沉浸地磕着时辰 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口深井 红花在荧幕上绽开 兴奋地迎接春风 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片血腥 为了奸弃,我双目远征 诗是精炼的语言 相比起散文或者小说 诗的文字简练,跳跃 古怪的上文不接下文的 会让人觉得有点难读 但是诗的能力是一夜之秋 短短几行字就可以描绘出一幅画面 更或者是一个时代 就像中国诗人顾成 他著名的作品一代人 短短两行诗就足够成为经典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有人说中国新诗时代的中国诗坛 给诗人留下了两首半诗 那就是在别康桥,断章,还有语相 可是在步入现代诗时代的中国诗坛 却只剩下两句诗 那就是顾成的一代人 由此可见一代人是多么的经典 这一集的作家的作家 我们由马来西亚诗人吕玉陶 来跟我们谈顾成 那要谈顾成 就要从赏西一代人这首诗开始 一代人这首诗 顾成是在1980年时候写的 就很简单的两句诗而已 就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我们去用它寻找光明 这两首诗就轰动了整个社会吧 因为那时候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 慢慢退下来 然后整个社会慢慢开放 很多地方都需要建设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黑暗的 然后那个黑眼睛的意象 也让我想到另外一首侯德剑的歌 叫做龙的传人 就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那个黑眼睛代表应该是华人吧 在这么黑暗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有黑眼睛 这么糟糕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它来寻找光明 给人一种光而暗的对比 就是很强烈的 虽然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中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寻找光明 还是寻找新的希望 马华诗人吕玉陶 毕业于美国康贝尔大学 电脑科学专业 现在在银行担任信息技术总监 看似和文学扯不上关系 但玉陶偏偏至今36年来 都一直热衷在写诗和投稿上 他曾经获得多项时报文学奖 花宗文学奖和海鸥文学奖 他自15岁开始写诗 18岁开始读顾成 创作年龄早这件事 他和顾成是非常相似的 顾成生于1956年 父亲顾公是一位佐家 于是在耳濡目染下 顾成很小就开始写作 大约12岁他就开始辍学写诗 事后十年的文革 让年纪轻轻的顾成受到了打击 种下了敏感的种子 但顾成依然是个相信童话的诗人 他早期的诗作写了许多美好 而纯洁的诗物 仰赖的是他对万事万物 都感觉意有所指的敏感 认识顾成的人都知道 写出童话般美好诗歌的他 并没有获得一个童话般的结局 他其实生活跟他诗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他的诗给人感觉是充满童话的 但是他其实除了不大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之外 然后他其实后来他还有外情 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子叫做婴儿的 然后后来那个婴儿也跟他一起搬到 跟他太太都去了纽西兰的激流岛里面 住在一起 顾成、谢叶和李英三个人 曾经在纽西兰激流岛上 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但三人性的关系终究是走不下去的 后来李英选择离开 这给了故城很大的打击 那时候开始他觉得有点暴躁 最后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给他孩子 这是叫回家 然后他太太也跟他说要求分手 后来他还是听说了 他用虎头砍死了他的太太 然后他自己也吃尽了 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隔膜的薄冰融化了 湖水是那样透彻 被雪和谜掩埋的生命 都在春光中复活 一切都明明白白 但我们人冲冲错过 因为你相信命运 因为我怀疑生活 1993年 故城带着真相 用最轰动的方式 离开了世界 遗留在世间 还明明白白的 是他的诗作 所以我们看到 故城他选择结束他生命的方式 就跟他之前的一些创作作品大不相同 就好像故城的是 很多人说很矛盾 你可以看出他好像是在一个童话世界里面的那种纯真 那种单纯 可是却又有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孤独感 还有那种悲弃 我觉得可能他对自己的创作太过执着了 当他对自己的创作太执着的时候 他就会自然的忽略了其他的身边的其他东西 而且他可能占有欲太强了 所以他不能接受他太太要离开他 这个沉重的打击 可是他的作品当中也有一些情诗也写的蛮好的 好像错过 是 他的情诗其实蛮好的 就比如说《远和静》 那一首也是写的很好 《远和静》 这边有一个就是说 你看他写那个对比的张力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跟云和他之间 一个看得远一个看得近 那个对比的张力是在那边 那以玉陶你写诗多年的身份 我们聊聊你写诗这方面的一些心得 我觉得诗最重要的就是 它和散文不一样 就是诗基本上它是用很少的文字 去承载很多的资讯 就比如像一幅画 或者是一幅照片这样子 在一个有限的框框里面呢 它表现框框框无限的事物 所以就是诗的张力 比如说顾承的那首《远和静》呢 其实就让我想到另外一首 就是本地诗人E.L 它写的一首诗叫做别人的 就是也是充满张力的 就是也是很多对比 我们反思 但结论是别人的 我们发源 但麦克风是别人的 我们参议 但决定是别人的 我们投票 但国家 是别人的 所以它是用这种对比来形成一个语言上的张力 那诗的存在量方面你怎么去看待 诗的存在量就是 它就是用很少的语言来代表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 北岛它写过一首很简单的诗叫做《生活》 它只有一个字是《网》 真的我们就觉得《生活》是沉重的网 把我们像鱼王那样把我们紧紧的包在一起 然后《蒙蓉吃派》也有一个诗人叫做麦芒的 他有写的诗诗叫做《物》 也剩一行为了 你能永远遮住这一切吗 所以就是它给人产生很多的想象 就是那个《物》它包围着这种 你前途茫茫看望的什么东西 但是你永远能够遮住吗 不能的 你到最后那个大物呢还是会被风吹散的 然后那个真相就会出来了 所以就是它就用了诗的张力 我在希望 在想 但不知为什么 我没有领到蜡笔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 我 我只有我 我的手指和窗口 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 让它们去寻找蝴蝶 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而任性 顾城在短短37年的生命中写了上千首诗 而回家这本诗集 只选出了其中118首收录成合集 在这118首诗中 我们分别可以看到四个时期的顾城 分别是自然的我 文化的我 反文化的我 最后就是 无我 开始的自然的我呢 都是顾城讲的一些跟大自然接触比较多的东西 是讲天地啊 生命啊 风啊 云啊 雪啊 草啊 虫啊 都充满白纸气的东西 文化的我呢 和反文化的我呢 它其实是衔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 它吸纳的一些资讯 然后把这两个东西 融合在一起 但后来呢 顾城就发现自己 对文化 以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 所以是无我 啊 对 所以它开始寻找一种 纯粹的诗歌 不再执着于文字的技巧里面 也不再强调那个 自我的表达 所以就到这个无我的状况 这回家诗集里面就蛮多的作品 我都觉得很好的 比如说 一首比较长的 也能够代表顾城 他那种 他的同事 以及他的生活 就是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觉得这首诗里面有很多诗 他本身自我的写照 而且顾城他也是懂一些画画的 他也画过一些东西 然后这首诗呢 其实是讲说 他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吧 他想拿一个画笔 到处画东西 然后他要画那天空 画那个早晨 画北方童话的插图 他还想 涂去一切 不幸的东西 他还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呢 都习惯光明 到最后呢 他就说 他在纸上呢 他想画下一个自己 画一次是树熊 那树熊就坐在那个维多利亚 他深色的丛林里 静静地坐在树枝上 发呆 但很可惜的就是 他画了自己之后呢 他最后他发现 他是没有蜡笔的 这些东西呢 都只是他想象而已 他只有我 他的手指和暢痛 所以他最后呢 他就把那一张白纸撕碎了 把那白纸变成蝴蝶 这样子 去寻找他们的东西 听玉桃这么形容 我都觉得 哇 那个 给我们好很多的想象空间 是 那种是 画面感是很丰富的 画面感也非常丰富 我基本上是比较喜欢 固承早期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 他其实也是影响了 我们那一代人 就是他早期的那些 充满童话味道的作品 你觉得是因为他那时候 活得比较开心吗 对 他可能是在文革之后 刚开始 我们见整个社会 那时候他写的诗都反映了 那个时代 所以我看到他有一则是 一首诗是 这个固承则思路里面 他说只有在你生命美丽的时候 世界才是美丽的 可能他那个时候的他是最无忧 最文字最能够去创作 是 他能够后来能够流传的作品 其实都是他早期的那些作品 说到固承争议很多 他说 他杀了妻子在自杀悲剧的名声 能宽恕固承的只有谢业而已 而淑婷相信 谢业早就宽恕过了 山影里 献出远古的武士 宽着骑马 路在周围消失 他变成了浮雕 变成纷纭的故事 今天像恶魔 明天又是天使 明天又是天使 为了 请 吴